国际锐评细心的人可能注意到,为了让对华贸易战师出有名,美国这几个月在不停抛出301调查报告,将其作为向中国开枪的佐证。 7月10日,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,发表,关于301调查的声明,再次污蔑中方在中美经贸网来中,实行不公平做法,占了便宜,这些精挑的数据与政策逻辑链条,看上去颇具迷惑性,能蒙住一些不明就理的人,但是,谎言重复千遍也成不了真相。 12日,中国商务部发表声明,就美方提出的中美贸易不平衡,盗窃知识产权,强制技术转让,中国制造2025等301调查报告中的和,新制控逐一澄清与驳斥,指出美方歪曲事实,站不住脚。 既然美方喜欢玩数字游戏,中方也有很多数据,那就让国际社会监看则明,先看贸易逆差问题。 中国商务部指出,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,在于美国国内储蓄率过低,以及美元发挥着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职能,以及美方出于冷战思维,对自身享有比较优势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实施人为限制。 这三点原因,是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精准点学,美国的文化是提前消费,借钱消费,储蓄率极低。 2017年前三季度,美国净储蓄率分别为1.9%,1.7%,2.2%,几乎是全球最低。 但是,美国人又想消费,又想增长,怎么办,只能从国外进口,廉价商品,并通过巨额经常账户失字,和多边贸易吃字来吸引外资。 这两点,刚好中国都能提供,贸易逆差自然就产生了。 所以,美国贸易逆差,是因为其经济结构失衡,而不是双边贸易失衡。 耶鲁大学教授史蒂芬·罗奇警告说,美国政府如果不着手解决储蓄短缺这个根本问题, 而把中国当替罪扬的话,只会使自己不得不与其他生产成本更高的国家做生意,这相当于向美国消费者征收更高的税,再看美元地位的问题。 目前,全球有超过65%的外汇储费是美元,有超过80种货币的汇率,与美元挂钩或固定,外汇市场近80%的交易以美元结算。 这就赋予了美国一种金融集权,即只有它可以无节制的印美元,发美债来换取其他国家的商品和资源,这必然导致贸易向下的巨额逆差。 换句话说,只有保持比较大的贸易逆差,美国才能维持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。 至于对华实施高科技出口限制问题,美国在该领域对华逆差,占到其总逆差比重的近40%, 如果美国能放开的话,中美贸易逆差问题,恐怕一夜之间就大大缓解。 但是,始终抱着冷战思维不放的美国,有这个底气放开吗? 第二,所谓盗窃知识产权问题,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。 目前,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以涵盖著作权、商标、专利、商业秘密、地理标志、植物新品种、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,形成包括法律、法规、地方性法规、行政规章和司法解释在内的多层次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廊。 北京、上海、光州等地,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或知识产权审判机构。 国家知识产权局在重组,越来越多外企到中国打知识产权官司。 去年,中国有三家协厂,因为侵权美国新百伦Nobalance标志,就被法院判处赔偿1000万元人民币。 这是迄今为止外企获得的最大一笔商标侵权赔偿金。 中国对外支付知识产权费于2001年相比,年均增长17%,2017年达到286亿美元。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近宣布,中国通过专利合作条约途径提交的专利申请受理量达五亿万件,仅次于美国,居全球第二位。 现在,中国更希望的是,外国政府能加强对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。 第三,所谓,强制技术转让问题,本身就是条假新闻。 中国没有一条关于外资进入中国,被强制性技术转让的规定。 过去40年,中国没有签署过一份强制性技术转让的协议,也没有接到一例被强制性转让技术的外商投诉。 在审批中从未将技术转让作为外资进入的条件,市场经济本质是契约经济,企业间进行技术转让,是在等价交换,契约资源原则上的交易行为。 何来强制之说,事实是,包括美国企业在内,有相当一些外企,为占领中国市场的需要,主动提出将一般性技术本,递话,向合作企业收取专利费和技术转让费。 近日,美国前财长拉里萨莫斯,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,中国公司在某些技术上的领导地位并不是窃取美国技术的结果,而是来自于那些从政府对基础科学的巨额投资中受益的优秀企业家,来自于推崇卓越,注重科学和技术的教育制度。 最后来看美方对中国制造2025等产业政策的指责,有时知识早就看出,美方301调查报告的目的,就是打压中国高新技术制造业,从根本上阻恶中国发展。 美国有先进制造伙伴计划,德国有工业化4.0,中国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制造业发展规划呢? 说到产业补贴政策,美国政府从2015年到2024年,每年为国内每家创新中心,提供500万美元的资助。 如果没有美国联邦政府给予企业土地补贴、管税节免、发放贷款、产业设施、研发支持等产业政策,人们很难会看到今天硅谷的创新与繁荣。 中国制造2025,是一个坚持市场主导、开放包容的发展规划,政府主要起指导性,引领性作用。 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,中国制造2025,对中外企业一视同仁,欢迎国外企业参与中国制造业的建设发展。 目前已有来自美国、德国、英国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参与其中,很显然,美国采用双重标准,来遏制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发展。 这种霸道的行为,既是因为白宫无力解决美国国内结构性问题,而想转嫁责任,同时也反映出他对中国发展的一种不安,故而用零和博弈思维,想把竞争者扼杀于萌芽之中。 有意思的是,美方对华301调查报告,多采信政府部门或美国公司单方面认定,使用据报道利益相关方认为等模糊说法,运用的是美国式霸权逻辑的解读,数据实则不可靠,水分多,会被内行人笑掉大牙的,国际瑞评论员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